《極端天氣》 大家好,今天由鄭曉初和大家看看極端天氣 其實極端天氣是指不常見的天氣情況 例如熱浪、寒潮和江漢等等 其實極端天氣幾乎每一年都會出現 不過近年就特別多 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初期 全球平均每年出現120次由極端天氣引致的自然災害 去到現在已經增加至每年差不多500多次了 究竟為什麼呢? 其實極端天氣的產生就是 在大氣層裏面一些異常的活動 包括水氣的異常或者氣流的異常 我們知道譬如全球變暖的時候 整天地球都暖了 於是在海面或者湖面的蒸發量就多了 多了水氣去大氣層 當水氣在大氣層裏面的時候 即是你的毛巾濕一點的時候 你一落雨的時候 當條件成熟可以令它落雨的時候 即是變得多點水氣在大氣層可以落回來 所以就會落大了雨了 由這個角度看,人類的活動 是由很多種因素組成 全球變暖只不過其中一種因素 我們現在有世界跳回香港 看看香港的天氣 其實香港也避免不到全球暖化的影響 香港的天氣問題就估計 本港在21世紀就會出現14年的極端天氣 由188年開始至2009年 那個氣溫整體來說 都是一個向上升的趨勢 如果再計近一些的30年 那個升溫的速度是10.28度 其實一些極端的天氣事件出現的頻率 也有一個轉變在 1900年的時候 出現這個4度或者以下的低溫 那個回歸期就是6年 什麼叫做回歸週期呢 就是平均來說 它6年就會出現一次氣溫在4度或者以下 但是去到2000年的時候 這個回歸週期已經去到163年 在1900年 每32年就會出現一次35度或以上的高溫天氣 但去到2000年的回歸期就縮短至4.5年 而出現大雨的情況的頻率也都高了 政府加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簡稱IPCC 是專門研究氣候變化的權威機構 天文台根據IPCC的第四份評估報告 推算香港去到2099年的全年平均氣溫 比現在大概高了4點多度 黑色這條線就是現在有的氣候 啡色這條線就是暖了 整個氣候都暖了 紅色這個位置就是出現這個極端炎熱天氣的概率 是高了 出現這個極端寒冷天氣的概率就少了 香港天文台又根據同一份的評估報告 推算香港去到2090年至2099年的全年平均降雨量 比1990年至1999年的全年平均降雨量 多成200多毫米 在1885年至2000年之間 極端小雨的年數是兩年 而極端多雨的年數也是兩年 但在21世紀 我們預計極端小雨的年數會增加到四年 極端多雨的年數會增加到十年 年與年之間的變化大了 而且出現極端的情況也是頻密了 專家預測在未來不同地方的降雨量的差異會變大 有些地方的降雨量會增加 有些地方的降雨量就會減少 究竟這些情況會帶來甚麼影響呢 如果那一年是乾旱的 或者那一段很長時間乾旱的時候 那它沒有農作物的收成 那對於住那裡的人的生活有問題 不只是他們有沒有農產品去賣 而是他們水的短缺 那反過來 譬如下大雨多了的時候 剛才說的可以滑坡 另外也會是水浸 這個也是極端天氣可以造成的破壞 極端天氣出現通常會帶來人命的傷亡 和財物的損失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這些情況呢 一個就是我們怎樣去減少 對大氣層造成的影響 而希望值此可以減少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 第二就是如果這些極端天氣都會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有甚麼辦法應對呢 或者是一個適應或者調節我們的生活的問題 這個就包括譬如你在 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乾旱 我們知道乾旱會越來越多發生的了 那怎樣去面對呢 就是你一定要在用水那裡有一定的考慮 或者是污水處理 或者是怎樣去趁著 如果那年有多雨的時候怎樣去儲水 當我們預知極端天氣來臨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好準備減少損害 例如蠻加拉在颱風之後會出現風暴潮 而住海邊的居民就會起高家屋 避免海浪衝擊造成人命傷亡 好了我們今天講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